好 綠營的人 是不是跟詐騙集團 都有一些會有關聯呢 之前我們知道是 陳歐珀跟IM.B 感覺好像很麻糬 還提供坐車 還有服務處 結果現在又有陳歐珀2.0了嗎 今天我們看到 王宏威委員召開記者會 就是說陳歐珀第二 竟然是吳思瑤 吳思瑤他的律師團 就是跟詐騙集團 好像是這個 等於說是吳思瑤的律師團的成員 也被列為主賢的黃庚宏律師 就是這一位 他竟然就是好像涉嫌 把偵查的資料給詐騙集團 然後還幫吳思瑤助選 站在路口 然後選勝之後 還一起舉行慶功宴 大家就說吳思瑤 你身為民進黨團的幹事長 請問你們是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你看吳思瑤的過去一些PO文 吳思瑤跟射詐的律師一起慶功嗎 在臉書上面 私人臉書有合照 還有按讚的標記 來標誌 標誌這個黃庚宏 所以感覺好像關係 蠻要好的 所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指控 吳思瑤他就回應 因為就被講說 炸團軍師主謀來自吳思瑤的律師團 吳思瑤有替自己辯解一下 他說感謝檢調單位權力偵辦 才知道有此案 感謝王鴻威召開記者會 也讓我有機會說明個案 所以他直接說 這早就知道 所以不主動說明嗎 那他講說 他是在2019年認識這位律師 2021年開始提供諮詢服務 過去在選舉期間 的確有幫忙站台 如此而已 那你都已經跟這個 社詐的這樣的一個關係人 就是 然後他們可能已經靠著 你的立委頭銜得利 你怎麼會覺得說 只是如此而已 再加上他講 他說志工律師非常龐大 大概50多人 黃只是其中一個人 那國民黨硬是要把 他跟詐騙集團畫上等號 他說這太扯了 扯太多扯太遠 所以跟詐騙集團接觸 這是事實囉 我覺得感覺上面 他的解釋好像 就是讓大家越看越覺得說 這其中還有的挖 應該還要繼續再挖下去 那我們看看 現在陳建仁跟林宥昌 當時他們是一起出席了 跨境的犯罪國際演習營 然後想說 你這遇到陳歐破的事情 你怎麼不先解決 綠營內部這種 友好詐團的問題 解決跨境詐騙之前 先趕快把自己黨內 跟這些詐騙集團 非常友好的一些角色 先都揪出來 先清理一下門戶 你看IM.B的詐騙受害者 他說到現在 一次停都沒有開 一毛錢都還沒有要回來 這一年多來身心俱疲 他說做了六份工作 就是為了彌補 被IM.B詐騙75萬的損失 一毛錢都沒有拿回來 對於台灣的司法要怎麼樣有希望呢 那看到今天在這個立院 其實王世堅委員也有質詢 這個訴發部的次長李懷仁 結果好像這個官員們的態度不是那麼好 那間隔氣炸了 我們來聽一下這一段 八個字送你 處發部啦 裝神弄鬼 居士盜明 我不曉得成立你這個部在幹什麼 你看看你今天來的部會 你今天沒打瞌睡 就已經奧彌陀佛了啦 所以時間暫停你回去 沒打過瞌睡 沒收到的份啦 你就是打過 我沒看過這麼二烈的官員 那個主席時間暫停 我生氣個三秒鐘 他生氣三秒鐘 然後那個主席還提醒了 這個書發部次長就說 在備詢的時候不要嬉皮笑臉的 可能就是因為這樣子的態度 反映出來我們的官員對待人民 面對到詐騙的時候 都是這種嬉皮笑臉的態度 才讓人那麼的氣憤 再來我們看看 沈柏陽對於王宏威委員的一些指控 馬上PO了一篇文章 就講說抗中 抗中牌又出來了 他就說看到有某黨人物 跟任何人合照吃飯見面 就說這是什麼顏色的包皮 那個叉就是指綠色包皮 然後說看到台派有拿到政府的補助 就叫做綠色金庫 看到任何綠色圖案就叫做綠色奇蹟 現在這國軍上面的迷彩都已經被拿來大作文章了 還要指責美軍是側翼的日子 指日可待 然後只要批評回去就一律說自己被抹紅 又開始在講說抗中保台的這個論調出現了 反正不能批評綠的 批評綠的就是 你就是中共同路人是吧 那他意思大概是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看王宏威委員的回應 他說沈柏陽是什麼意思 難道這種事情在他眼裡是不屑一顧不值一提的嗎 今天事發的如果是他 那沈柏陽大概就會發文控訴 這就是中國勢力的介入 這是在地協作者來支持詐騙集團 那這幾天大家在討論 甚至在這個群組啊 Line啊什麼很多人在那邊轉發說 我們的國旗怎麼變成了綠色的 那難道是綠腦才會變綠色嗎 你看王定宇就跳出來反酸 他就說喔什麼 難道民進黨也要統治這個英美強國嗎 那他講法是說 民進黨其實現在連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都是這種低適度的迷彩設計的中國五星旗 那都是這種綠灰黑鐘 難道中共是在拍民進黨的馬屁嗎 所以講得非常的酸 就說大家都是這個樣子啊 那實在不需要去解讀說 什麼都是綠色 刻意要變化這個顏色啦 那但是呢 你看看今天自由時報 還特別用一個頭版告訴大家一個消息 台灣連11年全球受害最嚴重是什麼呢 境外假訊息攻擊喔 還用到什麼斯德哥爾摩最新的一個 對不對 對不起 哥德堡大學喔 最新的報導出爐 他說全球境外假訊息最嚴重的影響就是在台灣喔 台灣連續11年居首位喔 所以他們又開始在講說哇這個是中國大陸對外散播假訊息持續的惡化 那現在感覺起來反正回答不了問題就是抗中牌拿出來就是最好的答案嘛 我們先來問一下強哥 強哥怎麼看這個綠營跟詐騙怎麼總有關係啊 我跟你講如果民進黨把打假訊息的這樣的努力放在打詐騙的話 我們今天詐騙不會這麼變成詐騙之島詐騙王國 我跟你講我的陳情案接了還是接了 現在不被關心喔但其實還是很多 我陳情案接了還是接了很多是什麼呢 就是有年輕人被騙到國外去 騙到國外去 然後被關在那個地方 然後跟家人去要求付贖金 也就是說換言之我們現在 大家都看新聞風頭 其實這個問題之前是柬埔寨 不然緬甸不然泰國哪裡什麼KK園區對不對 抱歉都還沒結束 還是有很多年輕人被騙過去 可是這政府他不在乎 新聞風頭過了他也不在乎 我今天就在財政部質詢 金管會跟訴發部 我就說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大家知道臉書投資詐騙很多對不對 一大約投資詐騙廣告 我就問為什麼投資詐騙廣告 你今天管不了 你今天抓不完 為什麼 我講一件事 你知道我們最近我們選舉的人 我們現在在臉書下廣告 是很困難的你知道為什麼 你又要什麼驗證 又要登錄 又要實名 搞錯他要審查你 我自己連我自己 下臉書選舉廣告到最後 乾脆不下了為什麼 很麻煩 而且還不會準 準你還要花很多時間 然後就會說政府 為什麼臉書這個政治廣告 然後你們跟那邊協調 他說怕什麼假訊息什麼的 所以要很嚴格 我說他為什麼詐騙沒有 為什麼詐騙的投資廣告 在臉書就這麼容易 他說因為還沒有實名字 我說那你為什麼沒有實名字 他說因為今年六月 臉書才會實名字 我就講一件事 就說在民進黨的邏輯世界裡面 他從頭到尾他不在乎 他說詐騙這件事情 那你看他們的報告也非常好笑 這粉絲太平 他說我打炸行動剛領上路 打炸辦公室我好棒棒 我2022年減少了民眾詐騙金額 超過67億元 聽起來好像很多對不對 可是我跟各位講 他自己內政部的統計資料 2021年是詐騙損失56億 2022年73億 2023年88.78億 我跟各位講 這還沒算IMB就100億 我都不知道IMB到底算在哪裡 那100億到底算在哪裡 對啊 這些數字還沒有及到一個IMB 也就是說每年不斷的攀新高 他也跟你講說 我們詐騙已經少損失了好多億 好多億 他非常滿意 詐騙的打炸辦公室成立之後 他去年年終成立之前 我們算過案件 跟成立之後他就要打炸1.5 然後就發現說原來1.5的意思 成長1.5倍 就是上半年跟下半年的 那個詐騙見數成長1.5倍 所以換言之民進黨一堆政治人物 跟詐騙集團有千絲萬語的關係 我說真的我也不意外 這個政府基本上在很多事情上 我都覺得他們在政策的宣佈 還有在很多的一些我們講立法院的答詢 他本身就是詐騙集團 都騙大家 很多次不說實話 所以搞到最後我們詐騙 越打詐騙越多 越打詐騙越嚴重 我們變成詐騙亡國 然後整個政府所關心所有的力量 全部在打假訊息 詐騙更嚴重吧 你一直打假訊息 但你能不能用打假訊息 這麼認真的 那個認真的努力 去打詐騙 我沒看到這個決心 好 聖鳳哥 他打假訊息也不認真 因為今天自由使法幫他證明 為什麼 我們的社會部是睡覺部 因為我們依照瑞典的信息告訴我們 我們是被攻擊最嚴重的國家 11年了 然後我們的社會部在幹什麼 假信息被攻擊11年 然後睡大覺 都不知道 要等到國外報告才知道 所以不只是打詐不用心 連他最在意的假信息 他還是在睡大覺 所以很簡單 這個信息就是假信息 要嘛就是去引用 不知道哪一個阿里阿札 你要打university的這個資料 另外不然的話 就是怎麼樣子 就是我們的社會部是睡覺部 兩個一定有一個 不然你解釋給我聽 第二個 我們來看看 那個經貿 那個國旗的問題 王某人不要再鬼扯了好不好 因為你們是慣犯 雙十國賊被你們改 雙十國賤被改了 護照被改了 國民被改了 那是一點帽子 不是迷彩帽 那個帽子的帽灰前面 是有彩色的 你講到是講迷彩服 迷彩帽 為了顏色要一致 所以可能會有顏色的改變 你借了賣 死人外人 叫一叫做一堆 喝紅酒說白話 就是收謊習慣 所以出口城隍 然後再過來看 在出口城隍 這個吳氏也是出口城隍 這一個律師跟他沒什麼關係 我們都選過幾個人 請問一個律師願意站在街頭 來幫你呼喊 來幫你住省 關係是普通的一般志工嗎 非同行常的關係 假如是大家開個會 來做做撐個人長 或許你這個講話我會通 但是很不曉 是街頭敗票的時候 站在身邊以律師的身分 這是一般交情嗎 別鬼扯 真的就出口城隍 然後再過來看 神無病 這我一定要送給他一個 認知作戰四大公事 他不是送給王鋒輝幾公事嗎 是不是這樣 誰支持交流 誰就是中共在台協力者的 認知作戰 誰警告台海危險 那就是中共認知作戰的同路人 誰批評民進黨的大陸政策 誰就是呼應中共認知作戰 假信息的傳播者 誰要是講中國大陸有一些的成就 那就是中共認知作戰的代言人 你不覺得 什麼會頂個博士教授的協會 發明了認知作戰 都了不起 就是這四個公事 這叫做認知作戰 有一個八股 反正進來套進去 這寫八股一樣 就可以過關了 所以這些看起來 這越講 這越覺得 真的 我剛才講說他不要鼻子 現在連嘴都不要了 因為出口成王 好 來 文三公 我覺得一件事就是說 今天人民最痛恨的 其中一件事就是詐騙集團 詐騙集團 我覺得吳思瑤今天的解釋 我不會直接講吳思瑤 跟詐騙集團有什麼關係 因為基本上是這個律師的問題 這個律師大家探究的是 他跟吳思瑤什麼關係 吳思瑤的志工 羅委員也在 就是說有些委員 議員 他會有一些律師志工 在每個禮拜裡面輪流 替人民提供法律諮詢 那我不懂 那個人民去問這個律師 有關詐騙的法律的時候 現階段回過頭來 看到這個律師做何感想 做何感想 吳思瑤的志工律師 當在跟大家解釋 這個有關詐騙法律的時候 人民回過頭來 吳思瑤的律師原來也是幫詐騙集團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負面的事情 我覺得今天看到吳思瑤的說法 當然就是遺憾等等 我覺得這個有沒有必要 很公開的說個道歉 至少要道歉對不對 因為你聘用的志工 在你的服務處幫大家做法律諮詢 然後現在又切得非常淡薄 我覺得這個讓人民大概接受度很低 很低 你至少承認 世人不明 你至少承認你的志工律師團 有人跟詐騙集團合作 而詐騙集團又是詐騙人民 這是很不當 你至少要道歉吧 而不是這麼輕描淡寫 當然看到那一個沈柏洋的話 我就覺得不用提了 我覺得這個事情 你說今天我們換個角色 如果今天是國民黨的志工律師 涉及詐騙集團的辯護律師 又泄密 又被收押 民進黨怎麼會批評國民黨 怎麼會去講國民黨這個立委 你把它反過來想就好了 今天是你們被逮到 你就這樣講 如果今天是國民黨發生的話 你沈柏洋會不會出來罵 你們自己民進黨說 你看看到顏色就這樣 會嗎 所以我覺得一件事 很多事情不需要用這樣 去做一些考慮 那11年全球受害最嚴重打炸 剛才講數位部 我就覺得一件事 我們的國安局 國安會 到底在幹什麼 11年 如果說國安局 國安會 如果認為它是一個 影響國內安全 國際安全 或是等等安全的話 涉及國安問題的話 那它做了什麼處置 那如果有處置 我們為什麼又11年受 這最嚴重 所以我覺得這一條新聞出來 當然我們所面臨的假訊息的環境 那政府也要做出相對性的回應 相對應的對策 怎麼會讓我們連續11年 全球受害最嚴重 那換言之 政府單位應該要提出個檢討報告 看看哪些單位私職 是不是要處分一下 或是要下台 要做什麼事情 不是一條新聞完了以後就說 你看媽媽 民進黨又來 你看我們是最嚴重的 但民進黨執政 你一定要把最嚴重 降為不嚴重 降為相對不嚴重才對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這個新聞出來 民進黨自己內部去檢討 誰該負責任吧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忙回來